火箭为什么不转正马修斯 加里森马修斯加盟火箭队以来表现炸裂 可他目前仍然拿着一份双向合同 双向合同球员只能打50场常规赛 工资按天计算 NBA允许每支球队在15人大名单之外 再签两个双向合同 马修斯目前打了13场比赛 还有几十场可以白嫖 况且火箭的15人大名单已满 需要通过交易腾出名额才能转正马修斯 至于转正合同给多少 参考其他双向球员 卡鲁索的第一份双向续约合同 是两年550万 多尔特四年540万 米尔顿四年500万 豪斯的三年1100万 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双向续约合同 这些球员无一不是球队重要轮观 却都没有在转正的第一时间拿到大合同 原因就是NBA也有职场潜规则 首先签双向合同的通常都是落选秀 首轮秀要签四年红利合同 四轮秀签三年 新秀合同的金额NBA有统一标准 而双向合同最多签两年就必须转正 转正后的工资NBA就管不着了 球队自己看着给 如果上来就给千万以上的大合同 落选秀比首轮秀工资还高 那选秀顺位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 马修斯的比赛样本还是偏小 当对手重视他以后 还能否持续稳定的发挥 球队也需要再看看 你认为小马哥的合同给多少合适呢